謝謝主席,請次長 有請曾次長 李委員好 次長你好 我們現在依照金建會的這樣的資料顯示 就是說在100年底 我們全國就有252萬的老年人口 那佔總人口的10.89 那一估五年後 我們老人的人口 將超過14% 然後到民國114年 我們的老人人口 約計在475萬 就是說佔總人口的20.3% 這個台灣已經邁入老人化的一個社會 那麼我們老人化的 這樣的一個社會 老人化的速度 高齡化的速度 也是在全球 也是在前面 那麼我們對於這樣的一個 我們的老人 在他65歲之後 我們所要建立的這樣一個照顧體系 就是一個長期照顧體系 因為我們現在平均的壽命 大概是在80歲 那80歲 我們將近65歲到80歲 將近15年到20年的時間 這樣老人的一個長期照顧體系 是成為我們社會重要的一體 也是內政部重要的一個工作 那麼我在這裡 因為我們所有的老人 他們一輩子 都是為了家庭 為了生活 為了子女 付出他們一輩子的這樣一個 青春跟心力 在老了之後 現在目前又產生了一個 大家的這樣的工作 經濟薪水也沒有成長 對於老人照顧的這樣的一個 重要的工作 政府內政部 將要扮演更重要的 這樣的一個積極的角色 那麼我們這樣一個長期照顧的體系 應該是建立在這樣的一個家庭 社區跟安養中心的這樣的一個 三角的機構 但主要還是在家庭跟這個社區 那麼安養中心 主要是輔助跟到載服務 這樣的一個積極的角色 那麼有很多的民間人士 會認為說要廣建公家的安養中心 其實我認為這個不是政策的一個重點 還是要建立在家庭跟社區 安養中心只是輔助的這樣的一個角色 那麼今天我們探討老人福利 不過我今天要講兩個比較重要的一個問題 第一個是失智老人的問題 第二個是老人自殺這樣的一個 嚴重的比例的問題 那麼我們的失智老人 目前是大概有17萬的這樣的一個人口 老人失智人口 那麼按照金監會的這樣的一個資料統計 我們國家罹患失智人數 將在2046年突破62萬人次 這個比兩年前我們國家推估的這樣的一個人數 提早了10年 本來到2056才會突破到62萬人 現在提早了10年 就是說到2046就會突破這樣一個62萬人 這62萬人不是只有62萬人 按照我們這個台灣的失智協會表示啊 我們國外研究 就每一個失智老人 他所影響的這個家庭的生活啊 大概會影響5至7人的這樣的一個生活 那麼到2046年啊 這62萬人就表示 他會影響到300萬至500萬的這樣的一個啊 我們社會大眾的這樣的一個生活 那麼國人平均壽命啊 越來越長 那我們65歲到69歲失智的發生率啊 大概1.2 那85歲啊 10個人大概就有3個人到4個人 可能失智 那麼這個病人的照顧啊 他的脾氣爆炸 他的這樣的一個走失的問題啊 這個我們內政部都要列為啊 未來長期照護體系 一個重要的工作 那麼 那麼 世界衛生組織啊 WHO 也在4月發布全球失智的 這樣的失智症的報告 他說啊 全球已經有3500萬名失智者的 失智症的這樣一個患者 那麼每年花在相關的支出啊 高達新台幣20兆 那麼這個部分啊 我就請教一下次長 我們對於失智老人 台灣的失智老人目前就有17萬人 我們對於失智老人的照顧 我們的經費的編列跟我們的政策 內政部這邊有什麼具體的措施 請說明一下 是 一個是居家 一個是社區 一個是機構的部分 那居家有關失智的部分啊 我們在長照裡頭也有針對失智長者提供啊 居家服務的一個部分 那另外社區的部分啊 我們目前啊 也在每一個地方政府啊 鼓勵來協助他們設置日間照顧中心 那這個就是通勤式的 那機構式的部分啊 我們也有啊 設置專區 市長 失智老人問題會越來越嚴重 是 他對我們社會大眾家庭的生活衝擊非常大 我們每一位失智老人 都是需要我們啊 積極的去照顧 這也是政府的一個基本的責任 這個我們會在持續的這個最終 也希望市長 內政部這邊 對失智老人問題啊 要全力的去重視啊 要全力的去照顧 那第二個問題啊 是讓我們更痛心的就是啊 我們台灣的自殺人口的比例是下降 但是呢 65歲以上老人的自殺率啊 上升5.8 我們99年的國人自殺的死亡人數 是3899人 那麼據國人主要死亡原因第11順位 但是呢 65歲以上老年人 自殺的這樣的一個比例啊 佔全國自殺人數的 百分之23 這很嚴重啊 自殺率隨著年齡的增加 而增高 那麼 那麼 依照衛生署的統計啊 自殺雖然說已經疊出國人十大死亡原因之外 但是呢 以台北市為例 65歲以上老人的自殺死亡率啊 卻增加了百分之9 增加了9% 增加了9% 這個顯示啊 老人自殺的問題非常嚴重 那麼65歲以上的老人 他的自殺啊 自殺率比一般人高出4倍 這個是自殺死亡的危險群啊 那麼自殺主要原因 百分之84他是因為自己身體的病痛 怕連累家人 這真的是社會的悲哀啦 所以說我們對於 失智老人 對於自殺人口啊 我們都應該積極的去照顧 我們應該積極的設立社區的關懷據點 這老人 鮮蛙 我們一定要在經濟安全方面 一定要讓他能夠得到照顧 對於他的關懷 對他社區醫療的體系 我們長期照顧啊 這邊都要好好的去做 這個是非常嚴重的問題 越都會去自殺率越高 因為 關懷疑大樓裡面 關懷疑公務裡面 沒有尊嚴 然後 怕他社會都要沒用上班 沒用上班 一家月賺了3萬塊 全國超43%的人 薪水都3萬塊 要怎麼照顧 這個政府啊 都要必須提出啊 積極的這樣的一個措施 家庭社區機構 所形成的長期照顧老人的體系 我再明確的要求一次 對於失智老人 對於自殺的這樣的一個 老人人口的比例增高的這個問題啊 都要特別的去重視 那麼我在最後啊 也請教次長 就是說我們除了 成立社區的關懷據點啊 另外 我們也要成立社區老人的人力銀行 我們65歲以上的老人啊 有很多 他們對社會 對社區 都還是能有積極的貢獻 這個部分啊 也請這個 我們內政部這邊啊 去研議 有沒有問題 這個部分啊 我們都會持續來關注和推動 好 謝謝 謝謝